調查全台灣的核輻射污染的問題 因為保單三宮國小 我們的志工測出很高的輻射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嚴重 可是我一個人去 或是我們協會裡面去弄的話 沒什麼效果 所以我就請維凱跟我們一起去測 看那個嚴重性 後來原則會的人也一起來了 我覺得維凱的力量很大 就是我們講半天政府機關 都不太理我們 可是維凱一句話很多人就來了 包括原則會的進入建設的人都來了 那測了以後呢 真的跟我們當初出測的時候的情況是一樣的 那讓我更驚訝的是說 維凱議員他們講幾句話 就是說要求縣政府 要測全清竹縣的那個小學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做那個輻射料打 既然這樣子 一句話就可以讓 深入政府做這些事情了 那我們民間團體 跑了累的要命 那 那 效果是很有限的 可是如果真的一個好的議員 選出一個好的議員 不但可以守護勞工也可以守護環境 所以 那這時候就讓我很深切的體驗到 每一次出每一次投票一定要出來選舉 一定要投好的議員 好的 好的大意識這樣子 所以 我在這裡一定要非常地 請求大家一定要支持高維凱這麼優秀的議員 不但可以 可以讓你們的勞工權益得到守護 也可以讓我們的環境得到守護 謝謝 好 謝謝練修 我們民眾國略團出了好幾位